Hello 我是董荣赫 2024年已经到来了 首先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 每年到这个时候 大家都会面临一个绕不过去的难题 就是年终总结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反感年终总结 但是除了例行公事的工作上的年终总结之外 我们对过去一年的人生进行一个总结回顾 其实是收获经验的非常好的方法 毕竟苏格拉底老爷子也曾说过 未经省差的人生不值得活 最近我也完成了我的个人2023年年终总结 今天这个视频其实是想分享一下 我在总结的过程当中意外发现的一个 让我收获最大的方法 不过首先我还是先展示一下 我的年终总结有哪些内容吧 这样也为后面的分享做个铺垫 最上面是我的长期目标 2023年我都要回看这一年的努力 是不是离我的目标更近了 下面是我的一些感谢的人和事 然后就是今年完成的最重要的一些事情 还有我今年最喜欢的一些东西 然后会写一些我的快乐的经历 难忘的日子 激励我的名人名言 最后呢就是写一下明年的计划 那么从我的年终总结当中 我到底省查到了什么东西呢 其实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就是回顾每一天之后 我感觉我的人生又重新活了一遍 每天的细节 我的所思缩想都历历在目 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感觉 第二点呢就是我能看到当时做了什么样的决定 导致了今后什么样的结果 怎么做是对的 怎么做是错的 从而不断的调整我的决策机制 第三呢就是我发现了很多成功的经验 那么这些经验 让我在以后面对类似困难的时候 有了底气 知道我能够应付这些挑战 而这些成功的经验呢 其实都是我们自信心的来源 其实在整个总结的过程当中呢 我发现最重要的前提 就是我要记得每天都发生了什么 我的所思所想 我的决定都是什么 那么这一切呢其实都源自于2020年 因为当时我在写件中总结的时候 突然发现这一年什么都回想不起来 大脑一片空白 好像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像凭空 从我生命当中消失了一样 当时我其实有非常恐惧的感觉 因此我发誓一定要在今后的日子里 记录每天都发生了什么 OK说了这么多 为什么有那么多内容可以回忆 就是因为我有一套每日手机系统 其实说白了就是日记 为什么用手机这个词呢 其实灵感来自于苹果最新推出的Journal 手机这个手机应用 可能苹果也知道 日记在这个中文语境当中 其实的意思多少有些被污染了 下面呢我就来分享一下 我的日记系统是怎么样的 这个系统就像漏斗状分为三层 最上面是日记 也就是每天都写的内容 然后把日记凝结为周记 再把周记凝结为一个年终总结 不过大家很可能觉得日记或者手机啊 这些东西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东西 也没有什么正经人会去写 其实呢我觉得日记就跟其他很多活动一样 比如说健身 对人都很有意 但是因为没有立即的刺激或者回报 很多人都坚持不下去 但是在我一年的实践当中 总结出来了很多客服一些阻碍的方法 今天呢分享给大家 首先 既每日手机或者日记的障碍之一 就是很麻烦 需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很早就定制了一个在备忘录里 每天自动生成日记模板程序 然后再把这个备忘录放在手机的桌面 这样每天就能直接打开开始写了 其实呢后来我发现 即使通过最简单的提醒事项 也能够用每天重复产生日记模板的方式 来自动生成日记 这样一来 其实日记这碗饭就相当于 已经喂到你的嘴边了 那么记忆手机的障碍之二呢 就是没什么东西可写 的确 如果你每天都面对一个空白的页面的话 的确是一种很绝望的境地 不过呢这一点通过日记模板可以帮助我们 我目前在使用的是5-minute journal 5分钟日记的模板 每天只要按照它回答几个问题 就能把你的每一天记录的明明白白 而且苹果可能也注意到这个问题 他们最近推出的journal手机应用 就能够智能化的提供一些内容建议 那么这两个功能其实我都非常的想要 不过目前呢还不能够在同一个软件里同时实现 因此强烈建议如果库克在看这个视频的话 能不能把journal加入模板的功能 或者呢 把journal里的内容能够导出到备忘录里 希望苹果能够考虑 那么障碍之三呢就是写日记之后呢 它不会有立即的反馈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我呢目前只能是采用手动提炼和回顾 其实理想的方式呢是像苹果手机里的图片应用那样 隔一段日子就会有一个智能的自动回顾 帮你找到你的精彩顺点 我相信journal手机这个应用在不久的未来可能会加入这个功能 OK那么以上呢 我大概讲了一下在今年做年终总结的时候 一个对我帮助最大的方法 以及如何来使用它 其实不管是每日手机或者叫日记 只要你真正的使用它使用好以后 你就会发现它更像一台人生的咖啡机 通过不断的萃取不断的凝炼 你一定能做出一杯一杯的人生精华 好了 希望你能从这个视频当中收获一些对你有用的方法吧 如果你实在想不起来今年的发生了什么 你不要紧 从2024年你就开始记录吧 短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